养正 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 走在山东之博的街头 这个地方叫重庆路 旁边是龙泰然 这个小区感觉到很高档 然后它的那个大门很壮观 里边小区的绿化也很好 还有就是他们的楼房建设 外面都是全部贴着瓷砖 但是看起来这楼房虽然是说很好 它那个建筑的年限 可能是有一些长了 看这山东之博的道路 下午六点钟 应该是街头人员 就是最为流量大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湿的路口井然有序 一点也不拥堵 因为它的路很宽广 这个地方是重庆路 与联通路的交叉口 看看 笔直的马路干干净净 非常宽广 现在又来到了一个 这个叫范荣街式的路口 左手边 也是一个小区 这个路口人就非常多了 孩子们都放学了 孩子们放学了 都是骑自行车的比较多 大家发现没有 有很多城市 孩子们放学以后 都是骑那些电动车 或者是说那个家人街 但是这边的孩子都是骑自行车的比较多 这个地方还有个广场 叫做友爱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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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非常好 张店区齐润小学 读书养症 悦而盛极 山东自博的这个学校建设 真的是没得说呀 看这边还有家长等待区 家长等待区有这种长椅呀 一般家长等待区 还可以坐在下面 上面还可以就是说 夏天了可以遮阳光 夏天了可以遮阳 家长都坐在这上面 这边是五班家长等待区 四班家长等待区 看看 我在其他的学校啊 其他的城市的学校 没有看到过 不知道你们那边 有没有看到过 这边还有一个现象 还有一个什么现象 我把车停在这里 过去给大家看看吧 这个等待区很长啊 路边的这个长廊 看看旁边还有花 上面 近距离一看就知道了吧 标准很高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是一个那个篮球场 足球场和跑步场 这个地方是资博士 张店区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 向社会开放学校 开放的时间 周一到周五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 下午呢 是十七点半到九点 周末 法定节假日 寒暑假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 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 然后下午七点到九点 特殊情况出外 这边还有一个 你看体育场地 向社会开放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市民群众的健身需求 自2003年 2023年 10月23日起 齐润小学恢复体育场地 向社会开放 为切实做好学校体育场地 向社会开放工作 进入场地开放的广大市民 要自觉遵守以下要求 认真遵守校园管理规定 这是一定的 自觉遵守社会主义 文明功德 倡导科学健身方式 及时关注场地 开放时间 如于考试重大活动 场地维护 学校社团训练 重大传染疾病 疫情或恶劣天气等 学校场地 不对外开放 请及时关注 然后他还有一个办理流程 办理流程呢 就是要拍照 身份证录录信息 签订公约 按照开放时间操场 智能砸门 刷脸进入 这个地方就是刷脸 从这个地方刷脸进入 这真的是做得很好 非常好 非常人性化 说吃饭呢 在这里又发现 又有一个新发现 所以说又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准备去吃那个十块的牛肉汤 然后再吃个烧饼 给大家看看 这边那个自博的牛肉汤怎么样 自博的牛肉汤也挺出名的 牛肉汤 先搞了一叠咸 它这边的酸菜 这个酸菜 放点辣椒 很好吃 哎呀 烧饼 牛肉汤 看看这个十块的牛肉汤 看那牛肉 块 实惠吧 是吧 看看 比吃拉面要 牛肉要多多了 那十块钱的 然后这个烧饼 看 大块的烧饼 开吃了 一块钱 我放下来 也要不要 攀 начlin 到这边 好 好 我放下来